这本胜利给人的感觉就是希望能够在这样的一场季后赛的决赛当中能够拿下比赛 一分保持到最后的话 对于CNFC球员的精神上的打击还是蛮大的 因为这个赛季 CNFC应该还没有出现过上半场的进攻 在不断地寻找着打门的空间 还是选择交给宁克维奇 胸部的停球 这一脚打门 打了一个反弹球 看这次边路的传中 选择了一个第一屏的线路 还有传中的机会 这一次传球 对手的这一次直塞球 又是直接撕开了防线 马斯 一个大九还是把球给处理出了危险区域 那就是自己的前锋奥多能外 连路的传中 还是被防守队员直接破坏出了底线 中后卫视信号的东亚奇 估比连续地摆脱 倒三脚的回传有没有 太晚了呀 中卫视连续地摆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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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ptain patreon 挑战 obviamente 毕丰难给 主挨手 为她能够 motivates 连席ку 进 제대로中卫视连续地摆脱 春透过来 dei发独地摆脱 都让 PSH 开始成为本作出组 资格道强 Galpел每个人赢到总卫视连续地摆脱 冠速但標本 分接能处理'! 后 一的手 交出 Из HTTP 42 基本后三分之一个赛季都没怎么打 也极大影响了CNFC进攻端的效果 右侧向左侧进攻的是主场作战的CNFC 客场作战的墨尔本胜利 今天是顺泽一身白色球衣 下面两层屏幕左侧向右侧来进攻 本场比赛的中评数将继续由0号为各位带来 K的次数是达到了20次 墨尔本胜利这边则只有9次 这样的长程度的推进交给布罗斯克 再传给伊比尼进局内 这球传的稍微有点追身 不过这脚传中质量还是不错的 然后再回敲给伊比尼 右脚的5分钟多一点 这是留给墨尔本胜利最后的机会了 三分不行一分也行啊 不能够再让这个积分的差距进步拉大了 也可能还是比尼迫也 못在成功 能能够过FFERRA 吗得들이一些赚的完那个 哈德尔本黎ő哗 对比尼尔本肖里 neurons 在右手中通掉了 毫自得不上好 满脚逃给了 远非 远ery finale Ging 확인 again ج butt I pass úcar agre could have put any of the rules Hoffman He's gotNabut outside , him goes early, does get it back Nabut now Brown,Ugakovic